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儿子 媳妇们 期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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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里高无碗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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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村子里的人很多 在这里跳白色舞的人也很多 日子过得很开心 那时一场舞蹈的凝聚力 还强过外面世界今天的变革浪潮 白手舞是土家族祭祀舞蹈 也是永恤风土人情中的魂 老师 我记得应该是2011年我去过的吧 大现场我还记得 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和大变局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 将逐渐取代宁静缓进的乡村传统 继续推动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一天搓放的只用一两块钱吧 虽然辛苦 但是为了无理人呢 我还没想到 去吧 那我还是会elt着试 嗯 爸爸你不要走 爸爸你不要走 爸爸叫你 给你 心里想啊 一家人都会接触到很开心 但是你没有办法嘛 生活又长难了又读书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 其实我们还是更喜欢各种的生活 整理还是要更好的生活调解和风景嘛 粗糙的人们将孩子和老人 留在了身后村庄的天荒地牢之中 奋不顾身地冲进了城市的荒凉里开垦 背对着一片万物有灵的大好风物 以各种委屈求全的方式 寄居在了钢铁森林的缝隙 直到大汉已开创之资出现 大汉是从98年开始 从现在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 所以大汉模式其实来说 它的目标是非常清新的 我们它的主要措施也是非常清新的 就是解决县城的怎么增强 怎么划进 湖南的县城都是一山帮群 它有一种生态的自然的绿色 我们不是一种资源破坏式的开放 我们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 根据每一个地方的特色的一种保护性的开放 大汉模式其实就是一种生产 就是一个现于城镇化的解决方案 那个时候娃娃经常给我打电话 在电话里面就跟我哭 问我什么收回 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他讲 我们走的时候也是的 娃娃经常抓着我的衣服脚脚 哭着要我们不要走 真怕我们跑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要挣钱嘛 所以每次我们都只能偷偷地走 不想看到他难过 感谢您走到一毛捐木之间 但是对父母对小孩还是亏气得太多了 所以有机会的方式 我们还是会费的 来 最后一杯 谢谢 辛苦各位了 为响应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政策 湖南省大汉控股集团开发投资项目 进驻湖南永顺县 大汉集团计划用5到8年的时间 投资20亿 建设三路一市三元 在永顺全力推行大汉模式的发展 喂 爸爸 我刚才看电视里 就是说我们家里那边发展的很好啊 我想 我想要不我回了吧 村落是人类成绩自远古的社会形态 是紧密最初的样貌 当多数人选择奔走繁华的时候 大汉选择了进驻荒漠 在土地之上 雕着生活最初的形态 向无根的漂泊 发出呼喊 大汉模式的推行 影响了整个县域的发展规划 给中国城镇化快速进城 添加了一道 带有鲜明大汉特色的强力铸解 怎么样让这一座逐步走向 没落的一个小城镇 变成全县四十多人口的 一个商务中心 文化中心 政治中心 构建去一个世界的土家文化 旅游目的地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每一个县城它都是有故事的 它都是有底蕴的 它的文化的底蕴的挖掘 对全县所发展的价值是不可抵护的 今天的同事层 已经变成了我们世界生怡的对象 爸 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爸爸不早啊 爸 爸 现在家门口就可以赚到钱呢 是吧 我还走什么呢 从离乡背景 到在自己门口开启了自己的装修店铺 铭身过活 习太兵的乡愁 最终被城镇化生长的藤蔓击溃了 今天嘛 这班级的都是你过第一个年 咱们都要对你了 每一个村落落地生根的坚韧 与大汉的社会情操共生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千万心血成村 种植成城 大汉在远信做城镇建设 不仅仅是卖房子 搞建设 房子是人生的依托 土地 赋予人生命 大汉对于城镇建设 成来都是以人为本 货卖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新的城镇生活方式 就大量的人口回流了 每年增长的人口 在超过的2%以上 大汉模式找到了一把 打开 现成城镇化财富的金钥匙 找到了一个价值 政府和老百姓需求的桥梁 则梁夜 桥新居 习太兵们终于在四家门口 就可以筑巢竹梦 面对和城市一样多的机遇 一方土地终于拴住了一方人 血脉在这里延续出 湘西独有的血性 永顺人最终捧着金饭碗 笑迎八方来宾 天上菜也醉也凉了 笑嘴别人打不羊啊 吹火吹点了乱羊羊 土屋欢喜凉堂堂啊 开开心心把家又欢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